主席是陆坑選舉大會 基本上,選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和廣東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選舉實施细則有關規定 嚴格按照宣度選舉辦法 宣布選區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包括選票,選民填者選票和投票 簾票,計票,公布選舉結果等的程序 進行投票補選 贈委書記梁榮業、贈委副書記梨江 當選為我贈第16屆人大代表 贈人大辦根據贈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關於補選贈人大代表的 代表資格審查情況的報告 拖映梁榮業、梨江的代表資格有效 近日,贈委書記梁榮業 對湖山村整開調聯工作 通過實地考察 貼合實際情況 按照市委總幹指示 對湖山村開展工作進行部署 8月7日下午 鎮委書記梁榮業、贈委員王、喬佩 對湖山村整開調研工作 通過同村網位幹部座談交流 實地考察村公共服務中心等方式 梁榮業書記詳細了解了 湖山村的領導班子 以及各項工作開展情況 梁榮業對湖山村所取得的工作成後 於以肯定 她表示,湖山村臨近 從從山湖區位休息下來 村要通過對興山路等的道路進行升級 改善延善各村商業條件 鎮村聯合加快與從山湖片區對接聯通 加快融入從山湖片區 帶動村經濟發展 在工作中,鎮幹部起牽頭作用 帶領各村開展工作 希望村幹部能夠多提建議 共同促進我鎮發展 民生方面要多了解村民的訴求 保障群眾利益 做好困難群體幫扶工作 梁榮業仲強調 村工作業績關乎村的發展 幹部工作需要更透明公正 要加強村班子自修組織建設和強化幹部隊伍 密集聯繫群眾 推動村組兩級集體經濟發展 維護社會穩定 為了解石龍坑村實際發展情況 在昨天下午 鎮委副書記梨剛來到石龍坑村開展調研工作 不通過停取回報、實地考察等方式 鎮委副書記梨剛總結經驗 對石龍坑村開展工作進行了部署 8月8日下午 鎮委副書記梨剛、鎮人大主席韓考謙 鎮委員、鎮紀委書記竹志超 參加了這次調研工作 通過與村內委幹部座談交流、實地考察 村公共服務中心等方式 鎮委副書記梨剛詳細了解了石龍坑村的各項工作開展情況 在座談會上 梨剛聽取了石龍坑村的人口數量、固定資產 和收入等基本情況的回報 梨剛強調 這是一場真正的硬仗 是考驗村商委幹部管理方式是否合理先進的關鍵時刻 石龍坑村要結合村實際情況 對村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土地、政策等問題 要整合現有的一切資源 找出解決方法 隨後梨剛建合石龍坑村未來發展規劃作出指示 一是要擲好黨建工作 他要求村領導班子要精神團結、建設良好的精神風貌 二是要擲好經濟發展 他表示經濟問題廣耳造難 石龍坑村要在有限的政策和指標下 整合各方資源、多渠道進行融資 三是要擲好公共安全 他指出十九大召開在職 在這段特別防護期一定要聚焦安全問題 切實做好村民工作 確保社會治安、保證生產安全和消防安全 為全面提升遼報公共文化服務職效 出進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向更高標準、更高層次發展 切實保障我鎮人民群眾文化權益 在今晚上午,我鎮召開了2017年度 公共文化服務職效評估營檢工作會議 鎮委員劉鴻心出席會議 會議上傳達了東莞市鎮家公共文化服務職效評估方案等文件精神 並部署我鎮2017年公共文化服務職效評估工作 和農家孫柯基本運行狀況調研工作 鎮委員劉鴻心強調,各村社區有關部門和企業 要充分認識職效評估工作的重要性 提高思想認識、明確責任分工 做到十四求是報送、以評速劍、以評速改、以評速創 推動公共文化發展模式的不斷創新 再提高我鎮公共文化服務效能 保障遼報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 為我鎮建設高品質的東莞城市副中生 提供強大的文化支撐 為了營造文明城市創建洞口氛圍 為創建優美城市環境盡一份力 在日前鎮城館分局聯合志願者 在鄉市路嘉榮紅綠燈路口 舉行了一起來讓城市更美麗的公益活動 城館分局執法隊員、担領志願者 對營家商鋪門前三包責任制落實情況、佔道經營、 亂擺亂放等影響使用環境行為進行檢查 糾正並且發放倡議書 對市民亂擋垃圾、亂闖紅燈等不文明行為進行圈道矯正 倡道文明創建、人人有責 帶動港大市民積極行動起來 共同參與、文明創建、共同維護城市形象 好 各位朋友 今天的遼過新滿波雙營 多謝收看 再會